缅甸军事政权3月3号 以真枪实弹对街头的示威者 大开杀戒 包括仰光 瓦城 蒙玉瓦 敏剑 土瓦等城市在内 一天之内就有38个人 死于军警的枪下 总计政变爆发了一个多月以来 最少有超过50个人命丧街头 包括媒体记者在内 有近1500个人被捕 而缅甸书记主教博茂恩 他就推魂 以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 来形容缅甸境内许多城市的景象 第二月二十八号开枪射杀 十八名和平示威者之后 缅甸军警三月三号 再度以强硬的军事手段 回应街头示威者 还政于民的诉求 目击者表示 维安部队毫无预警的 以九零米冲锋枪 对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射击 仰光 瓦城 蒙玉瓦 敏剑 土瓦 等多个城市 一天之内有38人丧命 当中包括十四十七岁的 青少年 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 伯格纳女士 称这是政变发生以来 最血腥的一天 奉刺的事就在前一天 军事政权指派的外交部长 温娜茂伦 才和东南亚国协外长 以视讯方式就缅甸危机 举行特别会议 轮值主席国问来 以声明呼吁缅甸各方自治 透过建设性对话 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十个国家当中 只有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新加坡四国 呼吁军方释放汪山苏基 和其他被捕者 其他如泰国 柬埔寨 辽国自己本身也是强权政府 东协内部若是讨论 对缅甸实施制裁 还会遭到强烈的反对 ASEAN bertemu untuk membahas dan mencari penyelesaian namun demikian it takes two to tango keinginan dan niat baik ASEAN untuk membantu tidak akan dapat dijalankan jika Myanmar tidak membuka pintu bagi ASEAN 距离缅甸 相当近 同时还是缅甸第一大投资国的新加坡 总理李显龙二号在英国广播公司 世界新闻的专访直言不会的说 外部对缅甸军事政权施压 起不了什么作用 事实上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伯根纳警告缅甸副参谋总长梭温 军方若再不收手 尽快释放翁山苏姬等民选官员 缅甸就得遭受更严苛的孤立和制裁 索文的回应却是 缅甸早就习惯制裁了 就算是只剩下几位国际友邦 也无所谓 过去不是照样挺了过来 只要有几个好伙伴支持 就够了 一直都是这样很久以后 I think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h was uh condemning uh Onsoun Sookie for not taking uh action to protect the Rohingya people and so on but uh well weeks later the sam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h at least some of them uh calling for uh Onsoun Sookie to be restored to power and so on so that highlights the difficulties sometimes 三三大屠殺的隔天 国际舆论的怒火还正在烧 缅甸军方却出动空军战斗机 以低空分裂式的队形 在瓦城 纳比多 阳光等地上空呼啸而过 警告的意味不言可遇 除此之外 也加紧起诉民主联盟人士的动作 遭罢处的总统温敏 三号又面临两项新的指控 其中一项违宪的罪名 最高将被处三年有期徒刑 至于政变后 久未公开露面的翁三书姬 一号则是透过视讯出庭应讯 另一方面 全民联的国会议员 筹组了缅甸联邦议会委员会CRPH 以流亡政府的身份在脸书上发声 称军事政权为恐怖团体 并任命了自己的各部会首长 计划接下来 要依职权各尽其责 公事新闻王惠文编译